我說你賴清德 這個台獨戰爭才是三位一題 真的 你賴清德主張台獨 台獨贏台戰爭這三位一題 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 三號晚間上網路直播節目 面對選民的問題直求對決 中共不應該這樣對李志英 現在關了一千多天 關在監獄裡面 你知道你講這句話的後果多嚴重 我知道我知道 然後到 中國大陸可能從此不帶你進去了 一道聲援李志英 讓一旁名嘴吳子嘉都愣住了 敏感話題趙少康沒有迴避 民進黨在沒有執政以前 天天要內閣制 他是執政的時候 他捨不得放棄 趙少康說前總統馬英九執政時 他也提過內閣制 當時馬英九說修憲太麻煩 整件事不了了之 話風一轉 趙少康承諾 選上會推動改革 另外針對費死議題 藍營的立場相當明確 大家聽講 是 反對費死 而且我們是在國會裡面 國會議員也都反對費死 趙少康加碼補充 選法務部長前 會先問願不願意簽執行死刑 侯康誨認為已經定驗 就該好好執行 理論上講 蔡英文應該特赦他的 如果賴清德當選 我們要如果 阿扁期待他特赦 我告訴你 不會 絕對不會 提到前總統陳水扁 趙少康說 就算賴清德選上 也不會特赦他 強調民進黨是民主的獨裁 選舉民主選上後 變成獨裁專政 我覺得賴清德最大的問題 就是給台灣的未來帶來 相當的不確定 而且1月10號 只要他當選 不要等到520 我認為中間就有問題 超過一個半小時的網路直播 趙少康炮火猛烈 從割警案講到民主憲政 候選人把握最後時間 爭取選民認同 TVBS新聞 江俊彥 徐祐祥 台中廠報道 1月13號 TVBS新聞網開票特別報導 Facebook YouTube同步直播 下午3點 一切準備就緒 下午4點 最及時準確的開票 下午6點 大局底定 帶給您現場 第一手觀察 晚上8點 政治新局 美中台關係 帶給你最深入的 1月13日 1月13日 鎖定TVBS新聞網